我直接就冲过去 把那个垃圾给塞给了 他能打地我 万一你把垃圾这样塞过去 怕你个人有冲冲 怕他没 大奔看见前面这个车扔的垃圾 非常危险 但是他坚持还是要去把垃圾捡起来 非常棒 非常棒 那后面的摩托骑着车的人 然后都给我这样 两个人都给我这样 当时你心情咋样 心情没咋 没咋 乘客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都是后面的人 车里的人都在互相质问是谁是吧 是 人在垃圾桶里 也不会我们学生还在创造文明城市 这孩子就特别冲动 妈妈他乱人垃圾不文明 自己在鼻鼓 但是他都在后面就安排不住 妈妈我要去 那我觉得我很惭愧 就是我惭愧到哪了 就觉得我今天不如一个孩子 尤其被曝光之后 他是一个榜样一样 他妈妈 我想让我们全班的小朋友 跟我一样去捡垃圾 现在感觉到街上有压力了 对 今天早上就一路什么垃圾都捡 在我车上还有一堆那个瓶子 都在路边捡 捡完之后再剁一剁 就能多放点不在家里 我家困都是这样的 他要干嘛呢 他要换钱 然后他还要给我买车去说 爷爷奶奶们 就是那些工人们都不用再打扫了 也一起 这还对雪上很有帮助